所以本非世间物质 极乐世界跟摄放诸乎差处不一样 摄放诸乎相同的就是摄放诸 摄放诸相同 跟西方极乐世界也相同 方便同居完全不同 极乐世界方便图同居图也是发现图 这个就奇妙了 极乐世界根本就没有 微臣所臣 没有这个现象 没有微臣这个东西 跟我们这个世界完全不相同 那么这些前面我们都说过的 所以不赖万有引离而为戏 微臣为什么会聚集变成一个星球 这就是引力 所有微臣跟微臣之间 统统有引力 我们看一粒小的微臣 在我们手指上 一粒微臣 我们怎样抖都抖不掉 什么原因 在心里 大了 它吸不住 我们一抖就掉下来了 很小的 粘在这上面 那就吸引力 所以 极乐世界不需要有须弥山 须弥山是微臣之 切移 切移过土 那金刚自信 清金所臣 金刚是比喻 那五金就是矿物里面 金之可贵 它不变 其他的金属都会变 我们讲的会氧化 金不会 黄金不会氧化 所以它就特别贵重 那么佛常常用金刚来比喻 比喻自信 自信就跟金刚一样 它清净 它不会变 那我们自信也是 所以 极乐世界的人 法性神 整个极乐世界 叫法性土 它不是真正的土 那这个地方讲的 金刚自信 清金所臣 过云 世界不可思议 极乐世界 不可思议 神经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